今次吃這次海底佬 我真的很欣賞他們的番茄湯 真的很好吃 現在進來弘大的海底佬 其實我在韓國吃過一次這麼多 但上次不是非常肚餓 因為今次有一個非常肚餓的狀態 所以打算叫完所有的食物 韓國海底佬的菜式種類不多 所以應該叫完也沒問題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看看菜式 這裡可以選擇不同的語言 選中文給大家看 然後剛才鍋底我已經點了四公甲 點了一個麻辣湯 三鮮 番茄和清水 因為打算打算煮 巴沙魚我一定要 拉麵 超想吃拉麵 肉其實真的不多 有羊肉和牛 牛肉麵一定要 它有韓牛 我覺得韓牛可以試一下 還有豬 豬也可以試一下 有蜜月圓 蝦華 其實它也應有盡有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多款 我懷疑是它們有增加到 因為我想說 本身韓國海底佬是開到凌晨3點 但是它由2019年開始 延到凌晨5點 是年中無休的 我們一坐下 它又給了這個蜜瓜給我們吃 是不是有呢 我真的不太記得 總之我上次來韓國的海底佬的體驗 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唯一一樣的就是服務 本身我對韓國海底佬的印象是一般的 因為覺得什麼都吃不到 但是這次又覺得好像OK的 因為菜單是種類非常之多 我們要開動了 坦白呢 韓國的海底佬的份量真的很少 而且它們是沒有分半份或一份的 全部都是這樣 它們設定好份量 但是你看菜是很少 然後菜 牛肉你看看是很少 只有8片 然後它是萬一瓶 我們加了這個 是麥魚丸 我們還有一行牛 還有兩粒鮑魚仔 價錢其實不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在韓國吃海底佬 其實是一個我算是貴的選擇 魚肉 嗯 蕃茄湯底好吃 我沒有在海底佬吃過蕃茄湯底 很棒 我第一口要吃豬肉 我放進麻辣湯裡 超好吃 但是在海底佬 它們最好吃的就是湯底 湯底 湯底來講 我吃過韓國 香港 台灣 還有深圳 我的湯底 味道是一樣的 應該是直接混 所以湯底不可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吃的分別 吃他們的服務 或者吃他們的食材的新鮮度 或者種類 巴沙魚 吃起來都是粉粉的 然後很軟很軟 超好吃的 蕃茄湯啊 因為其實韓國很少 蕃茄湯底的食材 超好吃 它有點像 蕃茄紅蘿蔔湯 超不同的 這個蕃茄 有點羅宋湯 我以前也不喜歡巴沙魚 但是 吃下去 我覺得它有個魅力的地方 然後呢 點了一個糖糕 其實我也不肯定是糖糕 但是 它吃下去是糖糕味的 本人是非常喜歡吃糖糕 或者是皇帝菜 所以我每次來一定會點的 好喜歡吃皇帝菜啊 然後現在 因為上網看了很多網紅的menu 他們有自製一個湯底 所以我剛才就去醬料巴混醬 現在我就要去清湯 嘩 然後再攪拌一下 其實顏色看起來好像不太濃 嘗嘗沒有味道 因為這個湯底是極濃極好吃 然後我還是這樣跟 是沒什麼味道 剛才我不是自己做了一個湯底 但是現在吃完我還是覺得 嘩 好不好吃 因為它的湯底本身應該是要 用很多時間 很久這樣熬出來 但是 我這個就這樣把湯放去 它內極最多都是熬一個小時 不是不好吃 是很普通的湯 所以 好 下次再不會這樣去混合這個湯底 為什麼網上是推介這樣混合的 我真的覺得 不是我的風格 不是我喜歡的味道 但是我想說 這個湯底 煮一下 因為現在已經煮了大概30分鐘 有多好吃 然後我加了一塊巴採魚 是好吃的 這個自製湯底 是成功的 非常可惜 我們這次 不能親眼見那個拉麵師傅 拉麵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不在這裡 然後現在就這樣 讓我們吃完幫我們下麵 因為我覺得麵要吃 不會吃太濃味 所以我選了番茄湯 和三鮮湯 今次吃完這次海底撈 我真的很欣賞他們的番茄湯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 一場來到 韓國的海底撈 因為他們有提供韓牛 所以我就點了韓牛 它寫了150g 但誰知道 它拿到來的時候 發覺是超大份 你看旁邊這個是普通牛 然後這個這麼大份 超誇張 現在是一個頗飽的狀態 但是它這個是150g 然後30,000 won 好誇張 你怎麼吃得完 拿去 我們應該早點叫的 究竟韓牛會不會好吃 比普通肥牛呢 它還有特別強調 說你放在湯裡 養個5秒就可以吃了 好 現在我們放在三鮮湯裡 先試一下 果然韓牛是韓牛 味道不同 牛味是出很多 因為其實本身 就這樣那個肥牛 其實都好吃的 因為比較之下 普通牛是輸了九條街 牛味是爆出來的 雖然它是雪藏的韓牛 但也不失色 我最喜歡的這個麵的環節 蕃茄湯底 真的很好吃 這個蕃茄湯底 這個吃不到的蕃茄湯底 很清爽 吃下去整個感覺會舒服 以往也覺得馬的湯底很好吃 然後第二就是三鮮 但現在我要把排位變一變 我蕃茄變了我第一位 這個可能剛剛今天吃的麻辣 它不是特別 出色我覺得 但是蕃茄榮升第一位 恭喜恭喜 但是韓國的海底露 水果方面就是 種類非常少 因為韓國不是一個 盛產水果的地方 很多水果都是靠入口的 例如這個蕃茄是浸著水來的 好了 現在就吃完海底露了 我們的總數是14萬多 但因為剛巧 我有一張5萬瓦的折扣卡 是因為剛巧 明天在餐廳遇到我朋友 他給我 所以扣了就是9萬多 這樣大概是600多元 但其實600多元吃這一餐 是非常不划的 我想回正價是 差不多一千人900多元 去吃這一餐 是非常非常不划的 所以我結論就是 在韓國吃海底露 是超級不化酸 而且其實味道 我覺得它除了湯底 是似之外 其他味道都會有少少分別 因為都要用回當地的食材 所以 以我這次在韓國 第二次吃海底露的經驗來說 我還是覺得 不是特別化酸 在韓國的話就盡量 不要考慮這個海底露了 好了今天 這個深夜的海底露吃飯 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知道我 記得追蹤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線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不妨礙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睇 Bye